红海印度清耐厂 日前因为发生食物中毒事件 引发大批员工抗议 工厂停工一个礼拜 原本是预计27号可以恢复生产 不过现在最新消息传出 还要再停工三天 外媒引述印度地方政府高层的话指出 红海印度清耐厂将再关闭三天 可能30号才会恢复生产 红海印度清耐厂的约聘员工 因为不满宿舍环境和食物品质 在18号发动抗议 印度地方政府原本表示 红海已经同意员工提出的要求 承诺改善工作和居住环境 包括扩大住宿区等 因此清耐厂即将复工 红海对此并未作出回应 这座工厂负责组装 美国科技大厂苹果的iPhone 12手机 也传出苹果最近已经开始在这里 试产iPhone 13旗舰机 分析师表示 这一次工厂关闭 对苹果的冲击并不大 但在苹果因为美中贸易紧张 试图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之际 这座工厂长期而言 扮演重要角色 12月底若能顺利复工 外界预期红海将加快恢复生产 以冲刺出货 环宇新闻赛的林总和报道 加拿大受到了极端气候的影响 近来遭遇到干旱以及洪灾的夹击 导致马铃薯的产量跟运输都受到影响 以至于发生了薯条供应短缺的状况 因此更让日本的麦当劳开出了第一枪 宣布停卖中暑以及大暑 不过现在影响所及的还有芥末 因为加拿大也是全球最大的芥末产地 因此预料芥末的价格 恐怕也会翻倍上涨 当然也连带会影响到生鱼片的配料 日本麦当劳日前宣布 因为从北美进口原料延迟 全国分店从24号到30号 暂时停售大份与中份的薯条 这段时间只贩售小数引发民怨 这次薯条原料延迟到货的原因 是加拿大温哥华港口近郊 发生大规模水灾 以及新冠疫情影响物流所导致 而水灾不只造成当地居民无家可归 也让农民辛苦耕种的作物 一夕之间都化为乌有 甚至有农民因此丧命 I feel I'm particularly sorry for our farmers around this area 除了马铃薯短缺位 芥末也遭僵 加拿大是世界最大芥末产地 今年芥末子产量约5万公吨 比去年足足减少一半 农业部门估计 芥末子平均价格恐怕上涨一倍 每公吨上看1700美元 相当于4.7万新台币 而根据当局数据 与2020年相比 2021年加拿大小麦 芥花 大麦 大豆和燕麦等产量减少 减产幅度创下历年之最 主要是受到西部干旱所致 恐怕也将影响大宗商品价格行情 环宇新闻 陈静 综合报导 在Omicron变种病毒的笼罩之下 日本又再度禁止了国际旅客入境 让当地的免税商店进入寒冬 其中东京知名的商圈秋叶园 就关闭了多家的免税商店 甚至日本规模最大 拥有24家分店的乐购式免税店 在疫情爆发期间 就有18家门市吹起席灯号 因此被迫转型 往国内的市场来发展 从台湾 中国 南韩等地进口食品 来吸引日本的国内消费族群 在疫情长期笼罩之下 日本禁止国际旅客入境 当地的免税行业也连带遭受打击 其中东京的知名商圈秋叶园 就关闭了许多免税商店 高岛屋和三月一市丹 这样的大型百货公司 也陆续停止了 东京和福岗的免税店营业 日本规模最大的综合免税店 乐购式 甚至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 关闭了旗下18家门市 相当于24间分店中 有超过7成都吹席灯号 根据统计 日本今年11月的免税产品销售额 约为35亿日元 比去年同期还要大幅下降了将近9成 为了扩大内销 乐购式开始从台湾 中国 南韩等十几个亚洲国家进口食品 种类多达1400种 借此来吸引日本国内的消费族群 如今各家业者各展身受 希望能在这片疫情寒冬中 找到转型新生机 欢迎新闻刘倩文综合报导 我们知道在日本有铁路公司 就研发出了一款新型 可以在一般道路上行驶 也能够在铁路上开的双摩车 而且已经在25号正式上路了 带您去看看 公车在路上行驶不稀奇 是接下来的这个地方才神奇 你没有看错 这台公车准备和轨道接轨 像火车一样在铁轨上跑 DMVというのは 我同时のように 線路と道路と両方 走ることのできる 車体ということで 今まで道路だけ 線路だけというのは 走っていたのですね 住民の近くまで行って 人を乗せて また線路の上を走れるというのは 这辆世界独一无二 由日本阿佐海岸铁道公司 开发出来的 既是巴士 也是火车 称双摩巴士 在一般马路上 它就是普通公车 而到了轨道上 司机只要按下一个按钮 车子就会放下前后轮 15秒摇升变火车 最高时速 可以达到80公里 その辺り 海洋町がですね まず ファーストペンギンになってですね きっちりと 運行をしていって それでまた 全国のローカル線にも それが つながっていけたらと そのように思っております その辺り非常に 交通 特に 全国の高齢化が進む中での 公共交通に 全国の高齢化が進む中での 全国の高齢化が進む中で 事実に 全国の新冬のポーク 新冬鞋部局 か vacun通鞋の 日本報告 共同 今度の学校 全新改版 延長 りの 信誉中 Sensions 電信 争 小